首先的话第一个 可能最后一般性的需求是 假设我希望把101-102的统计几率做出来 然后并且做一个合计 然后加个排名 另外可能如果签得到彩的话 需要7个号码 我需要把这里面的号码前7名的部分 把它自动抓出来的话 那可能我会需要有 我这边加了总共有5个按钮 那假如说我今天需要按下这个按钮 自动帮我全部完成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那第一个我们来试试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按下去 这个地方全部的资料就出来了 那当然另外我会多增加一个清除功能 可以增加 然后另外的话可以再加上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做什么用途 就是把那个前7名的部分 加个颜色加个底色 那另外再把它清除掉 那也有个格式化清除 最后会多一个按钮 就是说我如果要把那个排名里面 前7名的号码 帮我抓到前7名的这个范围 这边就是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那个排名前7个 帮我放在这边 那当然你就要去看 比如说把这个丢到这边来 底下如果颜色通通丢 那这个当然我这边写个VBA 直接按下去 OK自动就帮我把我们前7名的部分 丢过来 那在VBA里面 在那个Excel VBA里面 要怎么做 首先这里 我做出来的结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这里面放的就是一个公式 所以这边可能会需要了解 以后我想你们很多地方 都会已经有预先做好的一些公式 那可是这些公式 假设你要再重复做的话 可能很花时间 那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当按一下按钮 自动帮你把公式丢进来 自动帮你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这个地方功能该怎么做 这个部分 等一下我会做说明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里面的资料清楚 清楚会比较简单 就是把我们的B栏 C栏 D栏到E栏 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那并且做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当然 你也可以利用 那个里面内建的功能 这边有一个常用里面 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边有个新增规则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新增 那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设了 你不要说还需要 去再做一次 比如说每一次 其实情况都一样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按钮 这个按钮都按下去 自动帮你做完这件事 那这个地方当然有个清楚 那怎么做 这个部分我们 按部就班来看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开启那个范例档 我先把这个关掉 那这个范例档的话 原则上我是放在 我们早上下载的 这个范例档里面 第一个我当然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那各位可以找到里面 哪个乐透彩 中奖几率统计 OK 好 那第一个的话 打开来之后 我要做 假设我要统计 它里面的中奖几率 那其实 这个中奖几率的统计方式 基本上 当然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里面 101年的结果 基本上 我们需要的栏位 其实我们要统计栏位 其实是从低栏到追栏 那因为它的规则是这样 就是开奖的话 一定会有六个号码 加上一个特别号 那一期的话 就是一笔RAC 一笔记录 所以呢 我希望把这七个号码 假设 我今天要找什么 假设我希望找到 它是一期是一笔记录 那总共的话 卡错向下 比如说按下卡错向下 总共的话 它是100 也就是扣掉那个标题 有就是99期 一年之中的话 开了99期 那也就是一期的话 七个号码 所以全部把它 乘起来的话 就是我们最后的 那个总数 那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算一下 这个这么多号码里面 1号到底 总共出现几次的话 这个时候呢 要怎么做 首先我的直觉是这样的 第一个 请你把这个范围 把那个101年的第二 一直到最下面 追的最下 追100 按Ship键 我的习惯是这样 把它这个范围选起来 第二到追100 选完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如果是2010的版本 这边应该是有个 这边有个名称 理论上位置是一样 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范围 改一个名称 那为什么要改一个名称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 先定义范围 之后一样 刚刚跟前一题一样 就是按一下F3 它会跳出那个范围 那有点是跟关联式资料库很像 有点像把这个 也是有当资料库来使用 所以我这里的话 我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也许叫做开奖101 开奖 开奖101 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有同学之前有问说 老师那为什么你干脆 就给它叫101就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 名称的话不能用数字 它只能用中英文开通 不能用数字开通 OK 第二个的话 请各位做第二件事一样 切到102年 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叫开奖 开奖102 开奖102 OK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制定了两个范围 这两个范围 一个就是我们开奖的 一个101年 一个102年 好 那我就知道说 我将来要换 要去判断说 一号出现几次的话 基本上呢 我直接再切到 那个统计分析 接下来 直接一样 刚刚我们用count if 其实现在也是用count if 所以在统计函数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 一样有个count if 其实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你找到统计之后 再找到那个count if 里面就会有 我们要的这个函数 那按确定之后 那一样的方式 如果你要统计 101年的话 很简单 按F3 这个时候会跳出开奖101 那你就把那个开奖101 选起来 按确定 那criteria就是 它的参数应该给什么 那就是 要找的是一号 一号刚好在 号码 A12的储存格里面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说 在这么多的号码里面 一号出现几次呢 17次 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开奖101 它会用一个 阵列的方式呈现 其实阵列是大瓜湖 大瓜湖 比如说11 逗点 14 逗点一直 后面一定是大瓜湖 这个就一个阵列 那实际上在israel里面运作 反正是范围 范围就阵列 它就是把 一个范围 当一个阵列来处理 所以这边的话 它会再帮我把 从那个99期里面 每期开出7个号码里面 找找看 有没有一号 有的话就把它显示出来 按确定 OK 好 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几率 给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那宽度不足 把它拉 看一下 A2 那格式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这里面 我看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 这里面 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格式 把它格式清掉 改成通用 按确定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让它显示成万分之多少的话 预设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的话 指的就是说 在刚刚那个范围里面出现过几次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改成 比如说像我们最后 那个讲义里面看到的 这个结果 类似像一万分之多少 有没有完成画面 在讲义里面有万分之多少 的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必须 再把那个 count的部分 后面再除上 除以什么呢 除以那个 我 刚刚开讲 101里面 总共有几个号码 所以这边的话 我再把那个 这边再加一个count count函数 count函数 我直接干脆把前面复制一下 用前面来改比较快 所以我把前面 count c 除以总共有几个号码 那就是不用count count if 用count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 count的什么 count的开讲 后面的这个参数不用 去帮我算一下 开讲这个范围里面 总共有几个号码 count的特别重要 它是会去帮你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号码 OK 打购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出现的几率 会出现是0.0245 后面很多的小数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格式 万分之多少的话 那再来按右键 格式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制定一下 万分之多少 特别是前面你可以先 五个问号 空一格斜线 空一格一万 OK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会出现 最后的格式预览一下 这个问号指的是万用资源 反正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里面不管是 它出现的这个是什么数值 它会帮你显示出来 有五位数 如果说里面开头 假设说它是0的话 它就自动帮你舍下 所以是会出现的是 245 万分之245 这样的样式 按确定 OK 不过我看这个地方万分是多少 但是这个在旧的版本 在2016它没有这个格式 无法使用能见入的数字格式 内建的数字格式 那跟各位说声抱歉 这2016 这样的样式 它居然不接受 这个样式 它好像没办法接受 所以里面我看内建的 内建的这个 可以 还是因为有问号还是什么 特别是 你就选 或者是说 我刚刚有加了一个 就是前面输入五个问号 空一格 然后斜线空一格 1万 OK按确定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 1万分之245 大家的几率 下下填满 OK 这个时候 101年的几率就算出来了 102年怎么算 比较快 其实很简单 可以把101年的公司 复制一下 取消 记得这个地方按下取消 再把游标放在 102年的上方的公式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因为刚刚的名称 我们也建了102年 所以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开奖101 改成开奖102 后面的也是一样 101改102 那格式的话按打勾 OK打勾一下 开奖102 看到了结果 好像直接贴公式 旧版就可以 新版好像有点问题 不过没关系 重做一遍 我刚刚重做应该OK 好 再把它向下填满 合计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两个相加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B2 加上C2 打勾就可以了 那就是它的两次 两个年度的 中奖几率 加起来是多少 OK 那排名的部分的话 那当然我们这个时候 要算排名 哪一个是最高 哪一个是最低 那排名的部分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样 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一样在统计里面 我记得在统计里面有个叫rank 那rank里面 在2007以前的版本 它只有rank 它没有rankEQ 跟rankAVG 那不过建议 你就选rankEQ 因为rankAVG 这个比较特殊 它这个是如果两个排名一样的话 它是把它平均之后 比如说第一名 第二名有两个的话 它变成多少 不是两个都第二名 它是两个都变1.5名 那很奇怪 我不知道各位 所以如果你用rankAVG 如果两个数字一样的话 它会把那个名次 把它等于是说 变成说各一半就对了 所以这个AVG 比较奇怪 一般我们在使用的话 会用rankEQ 那里面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 把它的成绩 它的合计 它的那个 IF指的是它要参考的范围 参考范围就合计 当然你也可以把合计 给它命一个名好了 但是我把这个合计也命名 又不要放那个合计 Ctrl Shift Ctrl Shift向下 合计 Ctrl Shift向下 然后一样公式里面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 把合计丢到名称里面来 比如说我再建一个合计 这样会比较 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在插入函数里面 一样用统计里面的 rankEQ 然后rankEQ里面的话 它的合计 IF 当然你不用选的 不过我觉得 干脆你 我是蛮建议各位 以后如果一个大的范围 我是建议你 就是用名称来代替 配合F3 会我觉得用起来 感觉上 会比较 跟资料库那种 关联式资料库比较像 我用起来会比较顺手 而且将来你在阅读 这个公式的时候 也会比较清楚 到底你这个公式里面的范围 是什么东西 比较有意义的 所以这边的话 也加一个合计 那也就是说 它的加总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排第几个 我该按确定 基本上应该就是 所谓的地减 跟这样地增 地增 合计把它往下填满 这个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范围里面的其他成绩 都算出来 另外还特别注意 如果你刚刚合计部分 假如说你不是给一个名称 而是用选取的话 那记得要把那个范围 做一个固定 比如说我们刚刚 假如说你在合计部分 你不是用选取 你是用 不是给一个名称 而是给一个范围的话 那记得 一定要按F4 把它锁起来 如果你没有按F4的话 那你向下填满会错误 所以假设我第二 刚刚好像我的讲义里面是 用那个一个范围 假设说你这个地方 给的合计不是名称 而是把这个底下的范围给它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 把那个Rank EQ后面的 这个RF的范围 记得按F4 把它固定下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固定下来的话 向下填满 它会自动增号 范围就跑掉了 OK 把这个地方做出来 做完之后的话 最后我还需要做什么 格式化 比如说请帮我把排名前七个的 设定格式 什么格式 假设是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用常用里面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有个新增规则 那新增规则 当然你可以用 在新增规则里面的第二格 其实在这地方 当然你可以用第二格 或者是你用什么 用最后一个也可以 公式这都可以 那比如说 初穿格里面的值 假如说怎么样 这个值 假如它的排名怎么样 是小于等于七的话 也就是我今天需要找的是 小于等于七的话 帮我设定一个格式 什么格式呢 就是字型改为红色 填满改为黄色 这个地方 就是我要先找一下 总共排名里面 我要找一下 谁的中奖几率最高 请你帮我找出来 前七名的 所以前七名我需要做两个部分 一个是字型 一个是填满 把这两个帮我做一下 那字的话 它会最好加个粗底好了 黑色的粗底 红色的字 底色的话 帮我改成黄色 那这个时候按确定 格式就出来了 再按一个确定 你会发现 格式就自动加上去 那这个地方当然 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 最后需要有个前七名 不过这个前七名 好像如果不用 用那些函数 好像没有这个方法 那我们又不用外部的程式的话 假设我要直接在这边做 我就必须要撰写VBA 这个VBA部分的话该怎么说 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它的逻辑是这样 我想要把什么呢 往下找 其实就是一样 for i 假设列 哪一列呢 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帮我找找看 找1栏里面 如果它里面的值 小于等于7的话 就帮我把 它的a栏里面的 同样列的数字 这里面的值 帮我搬到 指定的这个地方 那7 往下 总共有7个数字 直接帮我搬过来 这个就是前七名 怎么做 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刚刚讲的部分 还没有讲到VBA 前面的部分先做出来 那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就是 如果我说我今天 会有常态性需要 就是说可能前面的data 它会更新 那后面的部分 也要能够跟着更新的话 这个地方我该怎么做 也许我这边除了前七名之外 我还需要做出乐透彩 前面只要更新的 那我按一下它 它可以自动帮我把 这些栏位的资料 都update 并且多一个清除 可以把它全部都清掉 格式化指的是 这个前七名的排名 帮我格式化 然后还有个什么 清除格式化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乐透彩 前面的部分先完成 那待会我们再来讲 延伸性的应用 里面可能会 后面的部分 会需要用到 可能是简单的VBA 程式撰写 这个部分当然在云端上面 我有把最后的完成画面放上去 当然你也可以先参考一下 在我是放在乐透彩的部分 总共也是这个里面 看一下 总共应该是几段程式而已 那还有步骤 在那个程式码里面也有 乐透彩 乐透彩清除 格式化 然后 清除格式化 最后才是 把那个前七名的部分 放到指定的范围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